欢迎收看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体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些问题 让我们不是只有看热闹 也能够去看门道 我们有Podcast频道 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支持 当然我们也希望 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支持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 支持灿烂时光会客室 让我们可以做更多更好的报道 做更多更好的节目 相关的资讯的捐款的连结 在我们的资讯栏当中 您都可以看得到 也非常期待 让我们一起来 共同的攜手并进来 去做更好的这些新闻的内容 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来跟大家介绍这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 欢迎光临161号 我们在节目当中 其实也讨论过 相关无家者的议题 在无家者在面临 他的所谓的生活处境的时候 他不只要面临到 他生存上面的困难 他可能面临到的更大的一个阻碍 是这个社会的刻板印象 所以在万华地区也发起了 发生过好几起跟这个无家者 有关的争议 可是梦想城乡协会 其实他们在万华蹲点 然后跟无家者 他们一起透过一些艺术创作 社区导览的方式 来做了一些工作 为什么他们要做这样一件 这些事情呢 而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 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跟挫折呢 那同时这些挫折对自己的帮助又是什么 所以他把这些东西呢 写成了这一本欢迎光临161号 那我们今天就要访问这个徐敏雄老师 他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 当然我们也会有这本书相关的 这个构书的折扣 也要来提供给大家 我们在中段的地方会来跟大家说明 徐老师你好 对 关老师好 大家好 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徐老师 可可请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梦想城乡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当时为什么会去创立这样一个组织机构呢 我们这个组织是2014年创的 那原本我小时候其实生活圈就是在万华 所以对万华的文化生活是有一些了解的 那我阿嬷其实就是万华人了 那2008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做一个科技部的计划 跟万华社区大学做了四年 做社区大学研究就很希望说能够邀请社区大学的老师跟学员 去关心在地的议题 关心在地的生活 但是做了四年以后坦白说还是觉得有一点隔靴搔痒 就是没有进入到社区里面 还是在社区大学里面自己在谈 觉得很可惜 那刚好那段时间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那个泼水的事情 就是在公园路征管理处去其实在清洁那个公园 然后那吴嘉哲没有办法在那边休息 然后就引发了很大的轩然大波 那时候我就在想 那这个吴嘉哲的议题除了用驱赶以外 难道没有更好的方法吗 所以那时候我就我想说 刚好那时候我还在济南大学 我就在做大学城的一个计划 就想说用艺术的方法能够去面对社区的问题 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 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些吴嘉哲 变成画家 变成打棋乐团 变成导览员 让他们可以为社区做一点事情 让他们从社区讨厌的对象 变成让社区发展的一个工作伙伴 这样子的话是一种双赢的状态 所以那时候2014年的时候就找了一些朋友 对社区有兴趣的朋友还有学生 我们就成立着这个协会 希望能够长期深耕万华 能够去关心在地的事情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不简单 刚刚谈到社区大学 我们一般来讲 社区大学其实跟社区是比较接近的 但是其实在职务上面 社区大学的这些学员跟社区 可能相对是在比较底层的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距离 因为他们生活大概不会有一些重叠的地方 那大学老师要去做社区工作 因为我是也在做USR 所以其实对很多大学老师 那个是一个不是那么容易跨出校园 走入社区 那我想要请教徐老师 你怎么去做的 你有没有一些心理的障碍 或是有一些很难以 一开始别人说你到底来干嘛 然后会不会有时候对方的语言 我们不见得能够懂得去使用 或是对方的生活心态 我们不清楚 所以那个要共鸣或是要合作 它会不会有一定的难度 真的管老师果然是内行的 一下就转到关键点 我记得我刚开始到社区里面的时候 是被排挤的 印象很深 我去拜访一个社区的店家 我才在门口 他就这样子 不是向内 是向外 我就觉得很震惊 我都还没有讲话 他不认识我 但他知道我是进南大学的老师 后来比较熟以后 他就有一天就跟我聊了起来 他想徐老师那天对你有点失礼 我就说没有啦 其实我大概知道你们有一些困难 后来他就跟我聊 这个老板就跟我聊起来了 他说他们这个社区啊 常常都有些大学啊 有些老师啊 有些学生啊 要来做合作就是US 不好意思 关老师 没关系 这个我都会提醒我们团队人 不可以用这种心态 对 然后他们就说 每次都来半年一年 然后就走了 然后礼拜天要来办活动 我们也办 要赞助什么样的一个商品 我们都赞助 可是他们半年一年之后就走了 所以呢 店家觉得不生奇了 所以现在在有大学老师 他们几乎都很防备 很不欢迎 对 那所以后来我记得有一个日本的学者说 社区设计很有名叫三奇亮 可能吴老师也知道 我知道 他就来采访我们 我们协会来看 交流这个交流 他就说他在日本也是这样子 他在日本的时候 很怕人家知道他是大学老师 他就说他是某某工作室的工作人员 这样子 所以刚开始其实不是很顺利 那我的方法其实就是 因为我本身是基督徒 然后就有 那时候台北领量堂在万华 有一个关心无家者的据点 然后我就透过那个牧师 就认识了其他的 因为万华多数关心无家者的团队 都是教会 然后我就把这些教会都走了一趟 然后也认识他们的牧师 那他们就跟我介绍 有一个人叫做张献忠 他是万华 我想是很有名 他在我叫他丐帮帮主 他做这个无家者议题十多年了 所以他对整个万华的 这个无家者的服务系统 是非常了解 是他建构起来的 那所以我就去拜访他 那他就给我一些连结 所以我就一站一站 我那时候真的就是这样 一站一站去拜访 然后都去跟他了解 先去聆听 他们在做些什么 然后有什么东西 是我跟他不一样 我可以促成他的 所以我刚进入社区 最大的工作就是聆听 他们已经做了什么 然后想要做什么 然后我手上想要做的事情 怎么去促成 我觉得是用促成的这个概念 促成他们也想要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就是其实我觉得你 你现在做的东西 跟我自己的在课程上面 或者是在做USR 或者在做社区 这件事情是有一点点 有些部分是一个蛮接近 就是说我们都会提醒 我们的团队或是同学 说一个观点是 没有人有义务陪你写作业 就是你不要抱着一个做功课 做作业的心态到那边 然后做完作业 你就拍拍屁股 你甚至连账户都不打就走了 然后你就说你爱社区 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莫名其妙的事情 所以那个态度 那个进入的态度 或是那个进入的心态 跟大家做朋友 这是很重要 第二个你刚刚谈到很重要的 就是一个聆听 就是我们不是去帮助别人 我们是跟别人一起合作 所以你刚刚谈到说促成 对不对 那我们也许有自己的想法 对方有一些想法 可是我们怎么样 在一个朋友的基础之下 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 来去做这种合作 我觉得还蛮重要 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个领路人 领路人 就是有人可以带你进入到社区 这也是很多的大学老师 他想要去做社区工作 他可能比较困难的地方 因为他本身的连结 可能就比较少 所以他得要想一些方法 去突破这个 他可能既有的 不管是心理上面的限制 或者是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的限制 那当然谈到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你们会以无家者 以万华作为一个对象 那一部分可能是跟你的这个生活经验是有关 那刚刚也谈到无家者 你们会带他做一些艺术的创作 待会我们会比较多的时间来谈这一件事情 可是很多人的观念里头 就是包括你刚刚谈到的这个泼水事件 那其实有蛮多的 应该讲说有不少的万华的民众是支持的 为什么支持 就是他觉得他生活是被影响 他的房价是被影响的 那甚至有人觉得说 你们这些人就是好吃懒做 那为什么还要再帮你们呢 你们就自己自生自灭就好了 所以我想要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就是实际上面无家者的生活 或是无家者真的是那么好吃懒做吗 或者是当一个人会成为无家者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研究蛮多的了 像林万亿老师 还有以前东吴大学有一个李淑龙老师 台大的郑立真 他们都做过 那多数的无家者其实多半都是遇到一些健康的问题 比如说有重大的疾病 没有办法继续工作 那当然没有工作情况之下 家庭就会出现问题 家庭照顾本身连接就会出现问题 那家庭关系紧张的时候就容易离开家庭 那当然也有一些人是 像我们认识有些人是做生育倒闭也有 也有可能被欺骗 那也有可能中年失业 很多的原因真的原因非常多 那但是不管各种的原因 我们发现到说 十个无家者里面有七个有正在打林工 嗯没错 对是有人他们愿意工作也在打林工 大概70%的 那真正大家看到好吃懒做 真的在地上睡觉 那种人真的是比较少的 多数所以我们后来开一些打击乐课 艺术创作课 他们都没有办法固定来上课 因为他们常常都要去打林工 嗯嗯嗯嗯 那呃所以大家印象中的无家者是 好吃懒做这不是完全正确 大家其实都是愿意打林工 但是为什么他们只能做林工呢 这是我们要去了解的 因为其实他们很多人 以我们协会或者是万华的无家者的属性 来说的话 比较多是中高龄的 那大同区或北车的那边的无家者 比较年轻人比较多 但是万华这边 当然万华这边的人数又是很多啦 所以我们这边的无家者我们坦白说 我们的观察所谓可以脱油的 我们叫做脱油脱离游民生活的 10个里面大概也是三个 另外70%其实是不可能脱油的 他们不可能找到固定的工作 有领月薪然后去缴房租 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们不可能去找到一个固定的工作呢 我刚刚有提到过 一方面他们可能有些人 以万华的无家者来说 他们的属性年纪多半比较大 然后比较缺一技之长 然后身体状况比较不好 那当然他们长期颠沛流离的人生 也让他们对于人际的一种互动能力是降低了 他们防备性比较重 不容易跟别人合作 所以有点恶性循环的 对 所以他们 我就举一个故事好 以前我们刚开始 我刚到万华的时候认识一个无家者 他30多岁而已 他原本是一个清洁工 我想说才30多岁怎么会就开始流浪 你跟他聊了起来 他说他跟他老板吵架了 然后他看他老板很不顺眼 然后他老板就压迫劳工 他很看不惯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想说他可能是人际关系的问题 就让他在我们协会的木工班 因为我们木工班的设计就是让他培养群性 团队合作的能力 然后一年之后他就说 徐老师我可能没办法再来木工班 我要去做直讯 我听得很高兴 那很好 祝福你赶快去 结果一个月后又被退回来了 为什么 人际关系的问题 他们其实对于人都很 比较多人都是蛮防备的 而且蛮多人在过程 然后他可能已经过去有挫折 所以他可能会选择这种生活方式 但是你要重新再面对那种所谓的工作上面的挫折 跟生活上面的挫折 人际之间的挫折 我觉得那个是有一定的难度 好像我们好像思维是理所当然 但是好像实际上面不一定是这样子 管老师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 就是我们协会其实服务的是三群人 一群当然是五家者刚刚已经提过 一群是万华的传统的代际店家 特色店家 这些店家有的是三代四代 有100年的历史 70年历史常常都有 那些店家以前也都风光过 在万华是很棒的传承 很好的商品 很好的故事 可是他们遇到一个年轻人的 这个一个世代 可能不见得了解他们的商品 也不再喜欢他们的东西 他们也必须转型 所以好那我要讲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第三个服务 对象其实是年轻人 年轻人他们有乐情 就像管老师在学校应该也是 有乐情有专业 可是没有一个好的场域 能够自我实现也很彷徨 对生涯很茫然 但是在我看的这三群人 都是一样的问题 不要讲问题是一种挑战 生涯的挑战 就是过去曾经过得不错 像能够考上中正的 我相信以前也都是功课算不错的 在班上校排都是不错的 可是上了大学 上了明星高中之后呢 不再这么优秀了 他怎么样重新确认他的真实生活 重新调整自己的步调 我觉得我们的无家者也好 在地传统的特色店家也好 还是现代的年轻人也好 同样面对这个人生的挑战就是 我以前真的不错 如果现在确实没这么好了 那我该怎么样面对真实的自己 跟真实的社会呢 所以我觉得我们后来 我们发现到说我们协会后来慢慢定掉 在所谓的面对真实的自己 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跟别人合作 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我们服务的这三群人一起 我们其实没有谁帮忙谁 谁怜悯谁 没有 一起面对真实的自己 这样听起来我们协会有点像挫折者联盟 就是说各式各样的生活上面 工作上面 社交上面的各式这样的挫折者 但是把它聚在一起 然后相互的合作 待会我们会继续的跟他谈这个挫折者联盟 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这三个人之间三种人会不会看不顺眼 或是有没有这种合作的可能性 应该有蛮多可以在做讨论的 不过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之一就是要来介绍这本书 欢迎光临161号 我想要再请教学老师 就是这本书其实也非常多的内容都在记载 您如何在去做这样的工作 以及在这个工作当中面临到的各式各样的问题 那可以请你稍微的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吗 当时为什么会写这本书 写这本书的过程有什么样的有趣的经验吗 好 这本书其实最刚开始会想要写 也是因为很多人就像管老师说 我们就挫折者联盟 他们很好奇我们这三群不一样的人 甚至原本是敌对的 他的无家者跟店家局是敌对的 那我们怎么把这三群人凑在一起 他们很好奇 还有那群年轻人常常都有完美主意 我想管老师应该来看 很多学生有完美主意 他没办法动手 所以很多人都问我们我们到底怎么做的 有时候我们其实时间有限 也没有办法让大家能够完全了解 我们那时候就想我们来写一本书 我们过去六年七年怎么运作了这个故事 能够记载出来 让大家能够手上有一个纸本的资料可以阅读 这是最初的一个初衷 那再来就是在陈书的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不管你说我们遇到蛮多挫折的 第一个就是到底用什么样的书写的方式 那时候我们就参考现在榜上最红的 不是最红 一直都很红的被讨厌的勇气那本书 那本书一直一直长红 他就是用对话的方式 所以我们刚开始我们用对话方式 其实都已经完成大概八成了 那就拿给出版社 出版社觉得这样子好像读者接收度不太高 我就全部重新改写了一次 然后本来其实也不是找我写 是找我一个学生 就是李文轩他写吴家者那本书的一个作者写 然后他后来家里又出了一点事情 又停顿了 停摆了大概快要两年 所以那后来顾中华老师就是这个出版社的这个发行人 顾中华老师很热心 他就一直关心这本书 因为他也很在意我们的故事 很希望我们的故事能够被更多人听到 所以他不断的询问关心 我就一股做起跟我们的伙伴利用一年的时间 就把整个通知翻过来重新改写 才变成大家现在手上的这本书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过程 我自己也有出书 也是跟同学一起合作写书 那个光是在讨论 然后要找到一个共同的核心跟价值 要定调定比 那个都是一个非常困难 更何况你刚刚谈到 写了八成东西 就几乎是完全的重新再来 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很重要 这本书他其实不只是 描述你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这本书里面有更多这些无家者 或是你刚刚谈到这三类人 他们怎么去合作 以及他们怎么去面对挫折 走出挫折的这样一个历程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回过头来 跟徐老师再来讨论 这本书里头的精彩内容 我觉得我们的社会需要的是 我知道我跌倒了 有人可以扶我起来 那人跟人之间就不会恐惧 就不会掠夺 那就不会产生这么多的资源的那一种 抢夺的问题 我觉得大家之所以会抢夺资源 就是害怕自己落难的时候没有人离我 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营造一种文化是 在我们的协会或在我们的这些推广的活动里面 大家可以承认自己的不足 那别人也会很善意的来伸出一只手 来跟我们互搭相互扶持 我希望我们慢慢慢慢扩大我们的力量 包括出这本书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欢迎大家透过这个订阅分享 按赞甚至是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可以做更多更好的节目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要来谈的是 这本书叫做欢迎光临161号 这本书是由梦想城乡协会 他们所写作的 那这本书的作者徐敏雄老师 其实也在现场跟我们一起聊天 一起讨论在上半段的内容当中 也大致介绍了机构他们的发起的过程 为什么写这本书 以及在机构过程当中所面临到的各式各样的一些问题 我们在节目当中 梦想城乡也提供我们购书的折扣码 那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他目前他只有做的是提供的是电子书 所以你可以在Cobo这个所谓电子书上面的代码 打Dream Dream 就是梦想这个这样的一个英文字母 Dream 在Cobo的电子书的代码是这样 另外在Remove 就是说Remove的这个电 读墨的电子书的代码 就是Dream 然后这个E61 就是梦想E61 DREAM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马上来跟这个徐老师来进行 接下来的这些访谈 徐老师你好 关老师你好 各位观众好 非常谢谢徐老师在前半段的时间 大概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梦想起飞 这样一个机构他到底在万华做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在下面的这段时间 要来跟大家继续的讨论 是这本书的内容 我觉得这本书的内容 当然有非常高的比例 是在谈实物 可是也许这也是 徐老师也是学院的人 所以里面有蛮多 所谓的在文献 在知识 在论述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些 看法跟观点 例如说 我自己在读到这本书的第43页 这个Franco有提出了三种策略 我觉得这三种策略 好像跟你们在工作的那个类型是很像 这三种策略包括的是 这个创造性的价值 然后态度性的价值 以及经验性的价值 那这三种策略 这三种价值 为什么读起来 好像是你们这个 梦想成乡里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引 也是一个具体实践的一个方式 是这样子 对 是这样子的 其实管老师问的这问题很重要 我们不瞒大家说 我们刚开始没有方向 刚开始很混乱 然后每次我们都在问 我们自己伙伴们跟志工 跟工作伙伴在开会的时候 我们到底有什么特色 问来问去都找不到特色 大家都很焦虑 因为你们是那种实作优先型的吧 所以你会找不到那些 好像什么一个理论的基础 什么主义之类的东西 因为实作去做 慢慢那些东西就会浮现出来 真的 真的像关老师 蒋冠老师真的是 一语道地的这个问题 我们后来就真的很下心了 我们就不管了 我们就动手做了 那做了一段时间 我们回头一看 是回头一看才发现 我们跟弗兰克斯的三个价值 是有关的 那什么是创造性的价值呢 因为我们协会都用艺术的方法 在做社区营造 那艺术我们发现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色 就是很多无家者也好 学生也好 他不太习惯表达他的情绪 从小到大 我们没有被鼓励表达情绪 可是他可以在画作 在音乐上 舒展他的情绪 那整个过程 他就会觉得他被聆听了 他被接纳了 就是所谓的创造性的劳动 他做的东西 有满满他的特色在里面 可以让别人认识他 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 因为透过艺术 可以聆听无家者的故事 可以聆听年轻人的故事 可以聆听在地特色老板的故事 这是第一个 所谓创造性的价值 那第二个 态度性的价值 我们也很强调 因为我们有一个大哥 我们就讲一个大哥好了 我们那时候帮他做生命叙说 也是用艺术的方法 说故事 然后他做到一半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徐老师我都是一些失败的故事 这故事有什么好听的 所以他自己每次在讲 讲到这边都会说 各位年轻人 听了我的故事 不要学我 我很烂 就把自己臭骂一顿 他觉得这是政治正确 他每次都讲这个 然后我就跟这个大哥说 大哥你千万不要这样想 你想想看 你一无所有了 你一无所有的时候 你没有去伤害别人 你还撑得过来 你这个勇气 面对你困难的勇气 是值得年轻人学习的 就是所谓态度性的勇气 态度性的价值 我们去面对苦难的时候 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面对他 甚至我们不伤害别人 选择不伤害别人 而去找问题的关键 我觉得这都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我常跟那些大哥们说 你们勇敢走过那段人生的苦难 都是很有价值的 你们至少有勇气 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底下 继续往下走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也是很多年轻人需要的 那第三个我们讲到 所谓经验性价值 就是面丽自然的关系 我觉得在我们协会 非常重要就是被聆听 被接纳 不管是木工班也好 导览班也好 或者艺术創作班 大家透过艺术的媒材 说故事 彼此聆听 他会觉得他在这边有朋友 所以我那时候印象眼神 有一个打击乐班 我们刚开始有个打击乐班 跟万华社区大学做的 然后有一个我们跟 其实是跟爱爱院 这个社福机构合作 那里面有一个爷爷是住民 他不是街友 他是住民 爱爱院 老人福利机构的住民 他就跟我们一起参加打击乐团 然后我就访谈他说 宝亲爷爷你知道吗 跟我们上课很多都是万华的街友 哇他听得吓一跳 他说我不知道 跟他合作那个大哥是吴嘉哲 我们都两个人一组 他说那个大哥很好 每次都等他 因为宝亲爷爷动作比较慢 拍子记不住 他说他都会教他帮助他 他说我们是很好的同学 哇我就觉得你看 当彼此不知道 对方是被贴标签的情况之下 是可以一起做很棒的连结的 就是我们的经验性的价值 对 因为我们其实三个价值 是回头一看 哇我们做的这么多的好的东西 竟然跟Flanco讲的 生命的意义是一样的 这蛮重要 就是特别是你刚刚谈到 经验性的价值 就是当我们把某种的标签 某种的刻板一项拿掉之后 我们才能够真正回到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回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之后 那个原本被社会框线出来的阶级也好 或者是那种 这种所谓的性别 或是各式各样的差异也好 其实那个反而相对之下 看起来就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回到人跟人的本身 就是刚刚谈到一个经验性的价值 可是我想要再回到最前面 谈到这种所谓的 比较所谓的创造性的这种价值 这创造性的价值 你刚刚有谈到说 你会透过这种所谓的艺术的方式 所以梦想城乡也在强调一件事 就是创新多元的艺术赔利方案 而这个创新多元的艺术赔利方案 是要去结合这个所谓的志工店家 经济弱势 你刚刚谈到的三种鲁蛇 三种挫折者 的形成的这种联盟 然后造成一种所谓三营的局面 但是我想好奇 想要请多谈一点 就是为什么要选择 用所谓的艺术创作 艺术赔利呢 那这种艺术创作 艺术赔利又如何能够去促成 所谓的您提到的三营呢 管老师问的问题真的是很厉害 很重要 第一个我们觉得 如果现在马上叫我们 讲自己的故事的话 大家都很反胃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 都希望在别人面前 展现最好的一面 没有人喜欢说 我自己失败的经验 但是如果我们用音乐 用画作 用木工 类似这样的一个媒材的话 好像威胁性没这么高 好像在 好像在做一个有趣的故事 大家在做一个游戏的感觉 然后可以放松 把自己原来 日常生活的那种经验的 互动的方式 能够暂时卸下来 因为在艺术里 大家可以比较放得开 有想象力 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 让大家暂时卸下框架 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像我们 我刚刚讲过店家跟无家者 其实原本是 关系是很紧张的 但是透过我们这样的方法 我们让这些无家者先聆听 这个店家的好故事 他的商品的特色 他的传承 然后带一些年轻人来认识 这些老板的故事 老板也觉得蛮开心的 这些无家者也知道我的好 可以跟我做朋友 所以说他们后来就 不敢说变成很好的朋友 可是至少能够相互了解说 对方其实都有他可取的优点 那也有他不容易过的一个难关 所以我印象很深 有一个老板 他是青草店的老板 那是真的是不经意看到 真的蛮感动的 那时候很早 我跟一些学生在社区里面走 然后店家刚好刚开门 就那个青草店老板 就拿了一杯青草给那个无家者 无家者在他们门口 就拿了一杯 态度是非常好 弯下药 然后就给他一杯青草给他喝 然后他也不知道我在旁边 他就是自己就做了这件事情 那原本那家店的老板也是 跟街友之间是不太相容的 可是他参加我们的方案之后 知道这些无家者的故事之后 他至少可以跟他和平相处 我不敢说当好朋友 可是至少他知道可以和平相处 我觉得就非常不容易了 我觉得这其实蛮有趣 因为其实我最近 应该好像过去几年 我自己也参与一些近藏的一些机构 不管是做田野做研究 或者是跟他们一起做一些 有关于媒体的这种试读啊 或者是这些活动 我觉得都蛮重要 其实这我想要谈一个叫做文化行动啦 就是有时候那个 我们对他有刻板印象 可是我们透过一些比较柔性的东西 比如说 包括金藏者也好 或者是有些移工也好 他们会办摄影展 然后我们就从他们的角度去看问题 或者是他们会办画展 会从他的这个创作当中去看问题 或者是看这个现象 或者是看他的观点 这个其实这种比较柔性的东西 很容易去跨解 或是打破我们刚刚谈到的 这样的一种刻板印象 那所以这就是刚刚谈到的一种 创造性的价值 特别是一种艺术的部分 可是话说回来 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好奇 就是你有时间去参加木工班 你直接经济弱势者 无价有参加木工班 去做画画 去做那些一大堆有的没的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工作 那你去做木工 或者做这种艺术创作 你的生活就会改变吗 对 王老师问这问题 很多人问过我们 他说 我记得我刚开始 参加一个广播节目的时候 一个主持人问我说 徐老师 你们要服务无家者 他们找工作 怎么让他们上课呢 他们已经过太爽了 类似这样子 那我就问这个大哥 我就问这个主持人说 某某大哥 你一个人在家里面 如果没有礼拜天 不接触任何人 你会刷牙 洗脸刮胡子 梳油头 穿西装吗 他想了一下 不会吧 我骨子搞不好都不刮了 对不对 他躺在那边 滑手机一整天了 我说对啊 你想想想看 我们无家者 如果没有朋友 他就不会想 整理他的门面 他也不会想要 努力生活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 透过各种的艺术课程 让他有同学 我们在Golfman 社会学院在Golfman 他讲印象证事 他有一个形象了 那他就会整理他自己了 那不是一件好事吗 所以后来我们 发现很多的无家者 来上我们的课的时候 是整齐的 然后是有 是愿意跟别人合作的 所以听别人讲话的 因为他希望有个好形象 那我觉得 我们虽然没有办法 给他一个工作 我想管老师 刚还记得我讲的吗 很多的无家者 没有办法 在固定工作的原因 是因为他有人际的困难 因为他受伤太严重了 他需要重新 对人产生信心 那我们协会的目的 就是让他重新 对人产生一点信心 跟安全感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后勤工作 对 所以这其实是包括 他能不能透过 我要走出来 我可能去稍微 谁中打扮一下 我稍微穿着整齐一下 因为我要准备好自己 准备好自己 他就是一个对信心 对自我认同的一种准备 他不是说 反正我也没什么用 我都在家里面 我都躲在某个地方 那我就慢慢的窝住了 那个其实是走出来这件事很重要 那走出来之后 刚刚也谈到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社会支持系统 就是他有朋友了 他跟他朋友互动 然后他开始有朋友 他有朋友开始在合作 他开始会有不同的刺激 不同的想法 那在过程当中 他也可能会出现激励这件事情 让他可以更愿意往前 但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还是非常个人的一种赔利 但是我们刚刚谈到说 这个无家者的出现 其实我以前有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街友是社会制造 我所谓的社会制造 是说他可能跟社会结构是有关系的 例如说他可能会跟国家的薪资的结构 或者是他的失业率的状况 或者是他的房价的结构是有关的 可是我们去做这种所谓的客人的赔利 但是这个大的结构怎么办呢 我们有办法去改变他 或是不要讲改变好了 我们怎么去面对他 就是当你自己有信心 你的结构没有变 那你会不会还是又回到原来的状态里头 光老师问这问题其实蛮重的 我不满您说 我也真的还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我觉得我们是从文化着手 我们常讲我们是文化着手 我们常常希望是营造一种友善的文化 就是说当我们社会上有人不小心落到地上了 然后我们是可以伸出手 把他接起来 对把他接起来的 我觉得我们的社会需要的是 我知道我跌倒了 有人可以扶我起来 那人跟人之间就不会恐惧 就不会掠夺 那就不会产生这么多的资源的那一种抢夺的问题 我觉得大家之所以会抢夺资源 就是害怕自己落难的时候没有人离我 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营造一种文化是 在我们的协会 或在我们的这些推广的活动里面 大家可以承认自己的不足 那别人也会很善意的来伸出一只手 来跟我们互搭相互扶持 我希望我们慢慢慢慢扩大我们的力量 包括出这本书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虽然结构的资源面我们真的能做的有限 但是我们多么希望从文化面 从人跟人的那一种连结上 能够为大家搭起一个安全的平台 当然从一个现实的角度来 它是不冲突的 可能有各自不同的面向 它都得要齐头去并进 特别是刚刚谈到 我觉得徐老师非常特别强调人这件事情 包括他的人性或是个人的特质 或是人跟人之间的关怀 那种爱那种连结那种力量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当我们看到除了做这些所谓的木工 或是一些艺术创作之外 另外一个我最近也观察到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非常有趣就是社区导览 所以我们知道万华是一个比较老的城镇 它里头有非常多的古迹 有很多的庙 有很多的一种传统的店家生活的方式 所以你们也带了这些无家者 他们一起去做社区导览的工作 这样的工作是怎么开始发想的 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赔利 或是合作的过程当中 会改变大家对无家者的看法吗 他们怎么去看待自己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最刚开始我印象中最刚开始的时候是 社区大学全国促进会有一个罗佩金主任 他也是我们协会的理事 他就传给我一个英国有在做 这个无家者的导览培训的社会企业的一个影片 那时候看了我就蛮心动 那时候我还在济南大学 但是我实在是没有余力做 但是我知道有人在做了 然后后来盲草新协会 我想郭老师也知道 他们也有一个志工也回来 叫曾文琴 他也从英国回来 他自己去参加过这个活动 也很喜欢 所以就在张献忠曾文琴 和我们这边三方在促成底下 就国内算第一次做街友导览培训 在2003 我没有基础是2003 我还申请一个科技部的计划 在做这件事情 那那时候结果大概培训了一年半 大概有四个导览员被培训出来 那后来就在盲草新 以盲草新为主 就在盲草新在做导览 那后来我们自己也发展 我们自己的特色就是人物旅游 我们跟盲草新有点不一样 盲草新他们主要是 皆有故事的介绍 那我们比较是 这些无家者怎么去介绍万华 他们是导览员去介绍万华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比较希望的一个角度是 让这些无家者变成导览员之后 对万华是有帮助的 万华的产业发展 万华的文化推广有帮助 以至于让他们能够被接纳 因为他对这个社会有贡献而被接纳 我们的角色比较是这样子 但是并不是都完全顺利的 并不是都 怎么说了 哪有哪些不顺利的地方 我举两个例子就好 我印象中那时候有一个学员 他培训的四分之三都完成了 我故事都弄好了 可是有一天他就跟我说 阿隆我不参加了 我说怎么了 他说讲这种故事 很没有男子气概 他以前是黑道的 就是大哥 他觉得就是 还要讲这东西 好像他自己就被缴械 他原话这样 我就被缴械了 他以前是冲撞的 然后现在他讲故事 要讲自己 自己曾经失败的东西 跟万华的连结 他觉得好像很没有男子气 要让大哥承认自己的失败 而且要用所谓的温柔的方式去讲 应该是很难的事情 非常难 他就很生气 他还放话说要打我这样子 他很生气 那件事造成我非常大的冲击 不瞒 我关老师说 我觉得我想要做一件好事 可是结果为什么会伤害到人呢 他说对他恶度伤 这几个字我一直刺痛我的心 我非常非常难过那一次 那后来怎么办呢 后来我就尊重他 我跟他道歉 当面跟他道歉 然后跟他说 那可能是我的方法不太好 跟你道歉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不想做 我们也完全尊重 他就离开了这样子 那当然后来还是朋友 只是他们有在参加这个方案 那有一些大哥 他后来也是 我们都希望说 因为他们有在万华生活的经验 也是一些不错的故事 然后他们也可以介绍老板的故事 可是后来我们发现 真的不容易 一方面这些大哥 他们的年龄比较大了 表达能力不是这么流畅 人际互动又有恐惧 所以不是这么容易做这件事情 所以后来我们就有点改变一下 就是导览的部分 口条要比较好 就让年轻的大学生来做 然后他们是做 所谓的真人图书馆的部分 我们有点转换变成是这样子 这其实整个过程当中 虽然学老师有一些理想 有一些爱 有一些这种愿景 有一些希望跟这个社会可以更好 可是说实在这样听下有很多过程当中 也是跌跌撞撞 也在过程当中也是一种做中学 所以我想要请教您 就是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梦想城乡 整个的工作当中 您自己从这些人的身上 或在工作里头学到了什么 另外一个我也觉得蛮好奇 就是大部分的人对街友 恐怕都会有还是存在的一些刻板印象 但是您跟他们接触之后 一定会发现有很多跟我们的想象是不一样的 我们所谓的一般人好了 我们这一般人可以从这些无家者的身上 学到什么东西 我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有一个大学生 然后他跟这些无家者在做陪例的过程当中 好像在听他爸爸妈妈在讲话 在家里面跟爸爸妈妈常常是关系是紧张 我想吴冠老师常常都会听到 大学生跟爸爸妈妈都不太能沟通 可是他们来这边做事工的过程 发现到这些大哥大姐在讲话的感觉 就很像他的爸爸妈妈 他就觉得为什么他可以听这些大哥大姐讲话 却没办法听他爸爸妈妈讲 就是一种反思 真的真的真的是这样 后来这些大哥大姐在表达对他孩子的爱 虽然有一些原因离开了 因为刚刚我们讲家庭的紧张关系 可能就没有在一起住什么的 然后我们这些学生就发现了 原来这些大哥大姐即便是流浪也好 或者是贫困也好 对他的孩子都还是那份爱 只是方法可能不太得当 造成紧张关系 这些我们的这些大学生就慢慢能够了解 原来他的爸爸妈妈也有可能对他是有满满的爱 只是方法他不太能接受 所以就整个那个紧张关系就降低很多了 所以我觉得透过这样的一个 青年来参加这样的社会实践的过程 也能够更去了解原来长辈这些年纪比我长的人 他动气是善的 只是可能方法是跟我不一样 所以造成了一些摩擦 所以回去之后就更愿意重新去 聆听他爸爸妈妈讲话 像我们有一个学员 他书上就有写 他跟他妈妈关系就改善了 我们听了非常的感动 那您自己呢 您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 从无家者或是在这些所谓的挫折的过程当中 您自己有什么样的收获吗 其实讲这一路走来 其实我那时候会做这个协会 就是觉得自己的大学里面很空虚 不满 郭老师话会不会 我觉得很空虚 那时候我40岁了 去当很多地方的评鉴委员 社区的评鉴委员 社区大学的委员 可是每次说出来东西 自己都不知道长什么样子 然后很心虚 每次讲别人都只能讲书上的外国案例 可是都讲不出自己的故事 就像黑格 不是黑格 那个齐克果 每次都讽刺黑格尔一个概念 我觉得很喜欢那个概念 他说黑格尔制造了一个很漂亮的101的大厦 可是自己却不住在里面 很多大学老师的一些可能共有的一些状况 真的真的 我觉得那个让我觉得整个灵魂被抽掉了 很难过 非常非常的难过 所以我下定决心 我一定要动手实作 所以我那时候开始就到万华 就像跟管老师刚分享 我一个店家一个一个据点慢慢拜访 我挫折也不怕 所以管老师刚问我那个问题 我得到什么成长 我实在是成长才太多 我只想讲一个就是 我好歹知道我可以被拒绝 我好歹知道我的意见不同 是我可以聆听跟他再讨论 这已经够了 我觉得这些成长就是在大学都学不到 够了 我觉得这蛮重要 特别是大学老师对很多人来讲 他的求学的生涯 或者是他应该是在这个社会上面 大部分 我跟学老师可能比较不一样 我们说经济过重考 很多人大家就是一路过关斩将 然后他在至少在这个社会上面 他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讲话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可是那个挫折 或者是那个跟人之间的关系 那个去面对真实社会的能力 他未必是会足够的 他未必会有真正的去把他的知识 跟这个土地是贴近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说 知识应该要去接地 知识应该去接地 我想徐老师的身上 有这样一个实作的过程 也给我们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示范 那非常谢谢徐老师来跟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对谈 当然也很开心的看到这本书 欢迎光临161号 那大家也可以在这些一些相关的网站 或者书店里面都可以找到这本书 那也很愿意把这本书来介绍给大家 非常谢谢徐老师来接受 谢谢光老师 谢谢大家 那大家有机会再跟您做相关的讨论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